其实影片多看真的增加你的记忆力 以后的话你做到什么事情 你就会想到吴老师的声音又出现了 告诉你怎么做 其实真的有这种效果 因为之前有同学就说 我问他说 刚开始他都不会 后来我问他说 你这部分怎么这么熟了 他说我已经看了你的影片 看了至少二十次三十次都可能 所以他以后他就觉得好像随时都有 我的声音在他耳边告诉他怎么做 所以他就做得越来越流畅 等到学期末的时候已经不得了 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 结束的时候 动作就成熟了 OK那实际上就是除了你要会听之外 还要最重要就是你要去做 听完之后不是就放着 一定要去试试看 OK按确定 好查出来点两下 做完了 底下全部的通常都做完了 OK那这样工作不是很 感觉就很有成就感 对不对 他上来主别也是一样 主别的话根据第几个第七个字 ABC主别在这里 ABC到E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可以怎么呢 可以直接就是一样分两阶段 超乱函数先 最近使用过的 因为最近使用过已经有MID跟VILIQA对不对 所以最近使用过的按确定 然后找什么呢 找一样编号 第几个字呢 第七个嘛 然后找几个找一个 是不是AA是A没错 对不对 如果你看一下不是A那表示你抓错字的按确定 然后再把它减下来 然后再插入函数 在VILIQ函数然后按确定 然后再贴回去 是不是A是 然后对照表F3 主别有没有主别有主别 然后第几栏第二栏 比对方式完全比对按确定 点两下 又出来了 对不对 再来升等 升等一样嘛 升等就是也是 第1个字对 第1个字那你就不用不一定用MID 你用Labs 你用MID也可以啦 不过MID的话 可以多一个参数 那如果你为了要省 你可以用那个Labs 这边的话用Labs MID都可以啦 那这边用Labs 然后哪一个文字在这里第几个字 应该是左边要取几个字 取一个字 取一个字之后的话呢 那各位可以发现了 他抓第一个字就是从左边算过来一个字 那就是1 特别注意啊 请各位看一下 这个1前后有没有双一号 表示他是什么呢 他是文字 OK 可是呢 升等里面的对照表的 1 是数字 那1跟升等里面的1 假设他是1 有没有相等呢 不相等 所以怎么办呢 要不就是把 这边改成文字 要不就是把这边改成数字 OK这个也是常常会遇到的问题 因为你比文字跟数字不match 所以我们好照做先做一次给各位看呀你会发现Labs 1 抓回来把它剪下来再插入函数 去找那个最近使用过V6函数 然后找什么找一样Labs 对不对 1 然后对照